嗨大家好 我是占星师苏菲亚 我们来看的 这个月开运的测验呢 是下半年 你的爱情运势如何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前面 有六张埃及塔罗牌 一样哦 我们深呼吸三次之后呢 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然后用你的直觉 在这六张牌中选择一张 大家有开始深呼吸了吗 我们放轻松 好的 我相信呢 大家应该已经选出你内心当中 直觉最强烈的牌了 接下来 要为大家来做牌的说明咯 从大家的上方的第一牌 到下面这张牌 好 我们会用一二三四五六的顺序 来跟大家做讲解 我们来看第一张牌 Justice 正义牌 抽到这张牌的朋友呢 在下半年呢 你在感情上呢 会遇到两个很重要的议题 第一个呢 可能跟结婚或离婚有关 因为正义牌呢 它就在强调的是公平对等 好 你可以看到 在牌中呢 有这个欧西里斯老婆 Isses 也是月亮女神 好 它在这边 那旁边呢 有图特神在拿着笔 来做一些记录 好 那这张牌在讲的就是说 我们下半年可能要跟别人做一个盟约 比方说结婚要去登记 离婚要做个登记 或者是两个情人之间 可能想要一起合资合伙 也是有可能的 另外一个呢 这种正义牌 它也代表的是对等 比方说 有可能在下半年 你会觉得 怎么这段感情 是我付出的比较多 对方都没有付出 或者是说 怎么感觉好像 在两个人互动当中 有一种很奇怪的关系 那所以这一排 它背后有可能也隐藏的是说 你是不是付出太多了 或者是说 是不是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比方说 对方欺骗你 或者是说 对方隐藏了什么事情 所以 这一排在提醒大家就是 如果你已经决定结婚了 或者是有一个 要跟另外一半进行的合作 那当然恭喜你 这个发展的机会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没有 而你又对感情有一些 很奇怪的感觉的时候 它可能告诉你 要不要暂停一下 也许中间当中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张牌 死神牌 这张牌呢 你看到在这边有一个狼头的阿努比斯 这个死神 它是在埃及里面带领着亡灵进入冥界 那死神牌在塔罗牌里面呢 它不见得都是坏的 它只代表一个情境的结束跟转换 好像再生投胎的特质 所以我遇过呢 有些客户可能要结婚 然后抽到死神牌 因为感情的关系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但是当然也可能遇到分手 所以要抽到这个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下半年呢 可能会面临一些情境的转换 比方说真的分手了 或者是感情走不下去了 不要难过好不好 张牌告诉你 要面对它 因为不适合的人离开了 就会有新的空间 让适合的人进来 但是也有可能 你要决定要恋爱 结婚 生子 所以你就有的那个关系就结束了 你们要面临那个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状况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部分给大家做的提醒 也许你会发现 感情呢 它就是会有一个轮回的情形 不要太难过 或者是也不要觉得改变恐怖 因为这就是人生好不好 再我们看第三张牌 第三张牌呢 是给大家选的权杖四 你可以看到里面 有一男一女跟他的小孩 所以它是一个美满家庭的状况 当然这张牌呢 是拉美西斯二世跟他的第一任太太 尼北塔利的一个过去生活的一个描绘 所以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家庭将会是你下半年的感情重点 比方说你要结婚了 你要成家了 或是你要生小孩了 或者是你跟家人要搬家了 它有一个稳定的现象 如果你不结婚 也可能是同居 就是跟另外一半 那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 很开心的生活 那你说老师我想要单身怎么办 那也没关系 肯定你对于你的这个居家生活 生活现状是满意的 当然如果家庭的事情 没有办法让你很满意 或是有状况的时候 这张牌就是会让你感觉 你可能得去面对内心的那种安全感 因为这张牌它强调的就是 我们的家稳定跟安全感 我们来看看第四张牌 权杖女王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性 长发黑发 在那边碾花惹藏开心 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恭喜你 你在感情上是非常的独立自主的 你想爱就爱 不想爱就不爱 然后你想要当一个漂亮快乐的 单身贵族 或者是说一个女强人 或者是说爱情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张牌 它强调的是一种独立的精神 但是别忘了 就爱情本身而言 你是非常有魅力的 就跟这张牌上的女性一样 所以恭喜你如果抽到这张牌 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在爱情上要扮演的角色 再来我们看到第五张牌 恋人牌 你看到这里面有非常浪漫的情景 一男一女的现象 所以想恋爱吗 正在恋爱吗 或者是说感情的关系 如何了呢 张牌都告诉你 你下半年有很大的机会 有恋爱有桃花 或者是一个很愉快的关系 张牌重点在两情相悦 在沟通 好 所以我想在下半年 如果你希望你有很好的爱情欲 这张牌的朋友 别忘了保持两人顺畅的沟通 你要懂得欣赏对方跟你不一样的地方 这件事情就会帮助你感情越来越顺利 最后张牌我们看到的是权杖五 是两个人在这边打仗 或打架的一个画面 没错 张牌的衍生性很多 他可能讲的是你内心在下半年 对于感情有非常多的纠葛 不平衡 矛盾 好 这里面两个人都是你自己 也可能代表是你在感情上 会遇到竞争对手 好 别人跟你一样想要抢一个对象 或者是你自己的感情满意 可是你自己也想要去挑战 征服你征服不了的人 另外这张牌也可能代表的是说 我们在相处的时候 两个人之间观念价值观不同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已经在婚姻关系里 想要怀孕的朋友 这张牌可能提醒你 我们要注意养胎 不然也有可能有这种比较流产 或者是比较不稳定的迹象 以上种种都是我们 给大家做下半年感情的提醒 我觉得不见得 完全如我们牌中所讲的一样 不过希望大家在有一个概念之后 我们都能够用更好更对的方式 来经营自己的感情 祝福大家下半年爱情顺利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